文字幕 by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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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的活動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老師會把前面有關全語文的部分 我還有有關全語文的迷思的部分還沒有講 我會先把它說完 然後會做課程的總結 做完課程總結之後 再讓同學們做你們的專題報告 然後做完專題報告 我們就會大家一起看那個答案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時間會有這樣子三段 好 那老師先把前面的 那個全英文的迷思的部分 先把它做一個結束 好 我們先前呢 那花了很多的時間談全英文的概念 我想同學們都應該還記得 就是全英文裡頭強調孩子是有能力的 然後教學應該要有意義 要能夠提供給孩子有功能性的這種 接觸語言文字的機會 那但是呢 很多的老師 他雖然聽過全英文這個概念 可是事實上很多現場的老師 都有他們自己的誤解或是迷思 那老師也很擔心你們如果沒有 沒有想清楚的話 可能將來出去以後聽到別人說的 很可能就會有產生一些錯誤的概念 所以我今天用這一段時間呢 先把有關全英文你們可能會聽到的一些迷思 先做一些釐清 我先釐清名詞 你們可能有在那個坊間聽過 全英文 全美語 全美語絕對不是 應該這樣講就是全美語不一定就等全語文 而且有可能他跟全語文的概念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全美語絕對不等於就是全語文 同學們要記清楚 因為有很多的圓他會打著全語文的概念 然後來進行全美語 然後說他是全美語全語文 可是事實上呢 全美語有可能他用的那個教學的方式 跟全語文的概念完全不吻合 他只是用美語教學而已 這樣了解嗎 那你要看一個圓他的各種內容到底是只有吻合全語文的概念 你要回到老師先前講的這些理念來看 好 那我們在談全語文一開始的時候 老師就有跟你們說過了 全語文有沒有一套固定的教學的方法 沒有 全語文他沒有一套固定的教學的方法 他不是說一定要這樣教才教的全文 一定要那樣教才教的全文 不是的 基本上他只是一套教學的理念 好 那當你把這一套教學理念實踐出來的時候呢 你選擇提供給孩子的經驗 應該要反映出這些理念來 好 那等一下老師在做課程總結的時候 我會再把這個部分再拉回來提一下 因為這個對我們這個課來說是很重要的核心 好 那所以千萬不要被市場上或者是當兼 一些幼稚園或是一些課程的概念 或者甚至書 你們可能將來還會看到市面上 因為會有很多的書 不見得他真的就有符合全語文的概念 他可能只是用了這個很相近的名詞 好 所以首先老師跟你們釐清 就是全美語不一定就等同於全語文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 有幾個幼稚園老師還有家長很容易誤解的想法 第一個呢 就是全語文是不是等於語文教學 全語文跟語文教學的關係 這個是很容易被誤解的 因為有很多現場的老師他剛接觸全語文的時候 他會說 可是我不能只做語文教學 好 孩子的各方面的學習都很重要 我不能只做語文教學 那當你聽到他這樣講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誤認為全語文就是語文教學 那其實這是錯誤的概念 我剛才就講了 全語文它其實是一種理念 這種理念裡面他相信課程統整 相信孩子的發展 包括語文的發展是全面性的發展 好 而不是支離破碎的或是分割的小技巧的發展 好 所以他為什麼叫做後 他的那個全 那個後那個字呢 他指的就是整體性的 統整性的 完整的發展 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全語文他要談的是說 你怎麼樣透過提供孩子一個統整性的課程 來幫助他全人發展 那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你就知道 他絕對不會只是偏重語文教學 孩子的發展有很多的面向 對不對 你們以前學而發的時候 你們談過哪些發展的面向 孩子有哪些發展的面向 所以語言的發展的確是孩子整體發展裡頭的一部分 除了語言的發展 孩子的發展還有什麼 他整體的發展還有什麼 他整體的發展還有什麼 聽覺 動作 這種屬於生理性的發展 他的聽覺 他的視覺 甚至他的觸覺 對不對 孩子很小的時候 他的觸覺就很理睿了嘛 觸覺 聽覺 嗅覺 還有剛才同學談到的 生理的 肢體的 動作的發展 這個是屬於他生理的發展的部分 這個也是孩子很重要的發展面向 還有什麼其他的 我們談了語文 談了生理的 孩子還有哪些發展面向 認知的 對不對的話 他的那個 cognition 他的認知的發展 有經歷哪些階段性 這也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面向 還有什麼其他的面向 語文 認知 動作 還有什麼 嗯 情緒的發展 對不對的話 他屬於他情緒的發展 來看社會性的 更整體來看 他的社會性的發展 好 還有什麼其他的面向 我們再談一個就好了 我們談了認知 語文 生理 情緒 還有什麼 你們還談過什麼 都沒有囉 只有這樣子嗎 真的嗎 孟宣 你剛剛想到什麼 OK 好 社會發展就是更大了 把情緒啦 自我概念啦 那個角色的概念等等的都包含進去了 好 那你看 有這麼多的面向 一個孩子要完整的發展 會涉及到這麼多的面向 那全語文的教學呢 其實他希望在一個完整的課程裡面 孩子的這些面向都會被照顧到 知道嗎 所以全語文絕對不等於語文教學 而且一個老師如果他的教學符合全語文的概念 他所運作出來的課程絕對不會只是教孩子語文而已 這樣懂嗎 他所提供的課程是非常全面性的 會讓孩子在各方面都能夠得到學習 像你們如果回想一下 老師曾經舉那個火車的例子給你們看 火車的那個主題 那裡面孩子絕對不是只有學語文而已 好 還有上次請山崎的老師來跟你們分享 他們做那個台灣的 就是小朋友那個做台灣 就從他的在地的那個新竹線開始 然後慢慢的台灣爬爬豆那個主題 那個裡面孩子絕對不是只有學語文而已 所以全語文的教學絕對不等於只是語文教學 這個是第一個要跟大家釐清的 所以如果一個老師他了解他能掌握全語文的概念 他所規劃出來的課程經驗 絕對不會是單獨只有語文而已 好 那這是第一個要釐清的迷思 第二個呢 全語文的課程裡面 可不可以交注音符號 這個是很多幼稚園老師很擔心很緊張 然後又容易產生迷思的 但我現在要問你們說全語文的課程裡面 可不可以交注音符號 你可能會怎麼回答 OK 厚雅你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這個課本也有說 就是他裡面是說就是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課綱有問題 課綱沒有設說不可以交注音符號 但其實是沒有的 他沒有明確的說不可以交注音符號 然後那個 就是也許學者就認為說 其實可以交注音符號 只是看你教的方法 OK 所以厚雅剛剛舉出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這個可能不是一個單型的 可以交或不可以交刀雅斷的問題 而是你是用什麼方法讓孩子接觸 所以你必須要去考慮就是說 孩子在接觸注音符號 這件事情上面你怎麼樣讓他接觸 因為現在我們在幼稚園 已經沒有辦法去主打孩子 接觸注音符號了 儘管他在你的教室裡面 你刻意不給他 他回家也會接觸到 他可能在其他的生活的範圍裡面 也會接觸到 所以刻意的去說不可以交 其實已經沒有道理了 所以我們更應該去思考就是說 當孩子對於文字符號有興趣的時候 不管這個文字或者是符號 是什麼樣的類型 他可能是注音符號 可能是國字 甚至也有可能是英文也不一定 那也有可能他都不是我們熟知的這些文字 他很可能就是符號系統或者是圖示 但是孩子有興趣的時候呢 其實你都可以讓他接觸 你不是刻意要用知識化的方式教他 可是如果孩子有興趣都可以讓他接觸 但是你要注意你用什麼樣的方法讓他接觸 所以剛剛後亞講得很好 就是那個方法的問題了 你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幫助孩子 當他有興趣的時候 他可以有一個符合他發展需求 符合他能力跟興趣的那種接觸的方式 那我請那個三期的老師來分享說 其實他介紹了很多種方法 他怎麼樣在他們的教室裡面 安排很豐富的那種情境 我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印象 他有給我們看一張很大張的 就是小朋友的個人資料的那個表 還記得嗎 就很大一張 那每一個孩子他就邀請孩子上去 把他自己的相關的資料放上去 老師只幫他們提供了那個照片 孩子可以自己上去寫他的名字 如果他不會寫他的名字 他可以用各種方式把他書寫上去 所以我們看到那一張表上面 有的孩子是寫了國字 有的孩子可能寫注音 有的孩子很可能他寫的也沒有很正確 可是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表達上去 然後孩子還可以介紹他的好朋友 他可以用畫的 他也可以寫上他好朋友的名字 還記得嗎 他還可以告訴我們他最喜歡吃的水果是什麼 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 他最喜歡的顏色是什麼 他最喜歡的活動是什麼 所以類似像這樣子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類似像這樣的一張表上面 孩子就有很多種很多元的表達方式 那這些都是他們可以做的 這種接觸的方式呢 並不是一個知識化要求孩子去書寫 或者是去反覆練習 可是可以讓孩子呢表現出他的能力 也可以讓孩子理解這些符號 這些文字這些圖示 在生活裡面是有溝通的功能的 是可以讓別人知道有關我的訊息 或者是可以跟別人溝通我的想法的 那這樣子的接觸 對孩子來說是合一的 所以並不是說全女文的課程裡面 就不可以交助音符號 或者就一定要交助音符號 很多的老師都會有這種誤會 那我希望同學們離開老師的課堂 能夠有一個正確的概念就是說 這可能不是一個單純 可不可以交的問題 而是你如何讓孩子接觸到 這些語文的經驗 那這是第二個迷思 много種方式的專門 可以把導使戒給你 聽點